青山游旅水 鸟儿沉双醉 你我与其共相随 彩月把银追 鸳鸯必非 你我与其共一位 青山游旅水 青山游旅水 鸟儿沉双醉 你我与其共相随 从此以后双双飞 天和地再也不分离 从此甜蜜根深涌相随 树上的鸟儿沉双醉 鸣水青山待宵夜 你等天来我知不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此尽天与你不分离 今生今世与你不分离 你我你我从此双双飞 任凭任凭年花曾留守 以后的一切 你那才这是 你那些 看我这钱 新的 我还没看过这么新的 我这都是新的 真好看这个 你看我这吧 就怎么样 就是你的话 老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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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老爷 来人来人来人 大家都吃饱了吧 吃饱了吃饱了 我们还从来没吃这么蔬菜过呢 你这种垫底啊 两三天都没问题了 各位的衣服都还合体吧 不错不错不错 我们哥几个呀 算是遇上大贵人了 这比过年还高兴啊 全成赵云公的福啊 各位 我有个想法想跟你们说说 我打算留各位 长期在府上住下 不再过那种颠沛流离 靠乞讨为生的日子了 赵云公 你说啥 我想留各位在这住下 这有这好事 这么大 庄云公啊 我们高兴啊 可我们这帮人 麻烦庄云公多不好意思啊 是啊 你们啊 也不要跟我客气 现在我有这个能力 就得尽力而为嘛 不过 这么多的人 无事可干也不行 这样吧 我再向各位 提个要求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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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什么体力活都行 没问题 对 家里的活 有家丁和丫鬟去做 我想让大家每天跟我 读书两个时辰 老爷 老爷 老爷也跟老爷学书书 哎呀 咱干点挑水批柴的活就行了 咱 咱不是读书的料 嘿嘿嘿 老爷 您还指望咱们考状元呢 哎 咱家的坟头就没长那根耗子啊 哈哈哈 不扔气的东西 别辜负老爷的一片好心嘛 从今以后 愿意读书的留下 不愿意读书的走人 凭什么走啊 在这儿好吃好喝的 住的都不愁 干嘛过那种吃了上顿 没下顿的日子 毒都毒嘛 就是嘛 总比饿肚子强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各位听我说 有道是人生在世 不免为衣食奔波劳碌 但是如果生活有了依靠 保衣暖食 那我们还求什么呢 自然是读书实理 圣人说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我们人生在世 不能一辈子光为肚子活着 如果人生没了追求 那你们说 又与鸟兽有什么区别呢 追 追什么呀 追 追 不知道 有兔子吗 公主 我们趁护法将军 在东海龙宫养伤 才敢偷偷来看你啊 谢谢你们来看 公主 我们来主要是想向你 赔礼道歉 在人间的时候 我们多有得罪 还望公主体谅我们当时的难处啊 雷公 你越说越离谱了 我现在是天庭要犯 怎么能让你们陪礼道歉呢 你们也是奉命伴差 我非常理解 倒是我 应该向你们道歉 没有跟你们回天庭 让你们受了不少委屈 公主能够体谅我们的难处 我们两口子心里 也就有了一些安慰 公主 其实在人间的那段日子 我们也过得非常的快乐 比在天庭舒坦多了 是啊是啊 我们两口子啊 过着凡人的日子 真是有滋有味 说句实话 如果不是怕天条管着 我们还真想留在人间了 是吗 连你们都有这种想法 看来这天庭 实在闷得让神仙们置信 这是神仙的不幸 也是天庭的悲哀 公主 现在很多的大臣 在凌霄殿为你开脱罪责 一方面是同情你 第二呢 这也反映了不少神仙 对死气沉沉的天庭的厌恶啊 我听说 你们在凌霄殿 为我说了很多好话 我谢谢你们 应该的 应该的 是啊公主 公主 你快临产了 这是我给孩子准备的一些布料和鞋子 我也不知道在你生产的时候 我们还能不能来看你 这种东西 是我们两口子表达的一点心意 你就收下吧 谢谢 你们想得真周到 我们救助公主 母子平安 早日生个大胖小子 谢谢 谢谢你们 给我给我 让什么 让什么 邪闹了 好了好了 各位 各位 我现在来教大家读论语 来 大家跟我读 子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好了 各位 再跟我读一遍 子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你们错了 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各位 这位小兄弟读得非常好 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子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好了 好了 有的小兄弟还没有读对 回头 我再单独教 我们来读下一句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吃吃者 不如好吃者 好吃者 不如乐知者 好了 好了 不知道哪位小兄弟能够告诉我 圣人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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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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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宰乡大人驾到 有失远迎 失敬失敬 不必多礼 大人请 请 老爷 老爷 夫人有钥区相告 请你马上回府 董庄园 十分不巧 家中有点急事 我就不进府了 老夫今天过来 亦是贺喜 二是问一问 董庄园 为什么今日不上早朝 宰乡大人 说来惭愧 昨日我上山拜佛 不想 在回城的时候 却迷了路 在破庙里住了一宿 今日上午才回 实在让大人见笑了 原来如此 董庄园 以后可要多加小心 这野外迷路甚是危险 还有 入朝为官 当守为臣之礼 当务早朝 多有不妥啊 宰乡大人的教诲 晚辈铭记在心 好 那老夫就告辞了 恭送大人 为什么呢 啦 居然 你 mah 都 汇 � 老夫 又 啊 她 你去告诉老爷 明日一早 我要去静安寺上香 让老爷派人 准备好车轿和供品 是 老夫人 夫人 有什么急事 匆匆忙忙把老夫叫回来 来 退下 老爷 老爷 来 我说老爷 我说老爷 刚才大闺女 托人带回信来 说近来 义贵妃 忽媚皇上 深得皇上宠爱 据张公公透露 那皇上要立义妃之子 做太子了 这么大的事 我不得不 赶起叫老爷 回来商量啊 官女那边 也等着你想办法呢 那义妃之子 在诸皇子中年岁最小 各方面表现平平 皇上就是一意孤行 大臣们也会利剑反对 那如果皇上 他要是不听大臣们的意见呢 一定要离义妃之子为太子 谁又能阻挡得了呢 如果他的儿子当了太子 那义妃母以子为贵 他还会放得过咱们闺女吗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闺女 即使不是身受益处 怕也得被打入冷宫啊 归你催促老爷 把原先谋划的事提前 如果要是等到 离太子的事目以成舟 那就为时已晚 大势已去了 既然是这样 也别怪老夫提前下手了 我心中有数 十天以后 就会天下大变 改朝换代了 咱们闺女的儿子就是太子 而且即可即位 你又把握我吗 夫人放心 应该胜权在握 到那时 咱们的外孙年纪尚小 老夫亲自摄政 老爷 那你可得小心啊 老夫密谋多年 应该见分晓了 谁 来人哪 把那小妮给我抓住 老夫人 老夫人 老夫人快救救我 什么事这么慌张 老夫人 刚才我在宰相大人房门外 听到宰相大人和夫人 正在商议谋反篡位之事啊 阿弥陀佛 罪过呀 罪过 老夫人 咱下大人正派人追杀平泥 求老夫人救我呀 找到了吗 鬼老爷 没找到 他是跑到老夫人房地去了 你快跃窗逃生吧 快 这儿 给我找 混账东西 带人带刀闯入佛堂 成何体统 母亲 惊扰了母亲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站住 我儿留下 其他人退出门外 是 母亲 孩儿有吉时在身 稍后再来听母亲的教诲 你有什么吉时 说给娘听听 这是因为 你 你 母亲 这 孩儿有什么过错 请母亲明示 千万不能弃坏了您的身体呀 逆子 跪下 你这个逆子 咱们家可是三代忠良 忠君报国 为天朝立下过汉马功劳 皇上 皇上对咱们家不保啊 你官败宰相 不思报国报军 却生出 弑军创国之心 难道 你要你的祖宗公计 赴之东流 落个满门抄斩 千古唾骂的下场吗 母亲 根本没有这种事 您还不相信 我能做出那种 不忠不孝的事来吗 那你为什么要追杀 一个佛门中人 不是 母亲 您是知道的 我和您的儿媳妇 没事喜欢唱戏 刚才说的都是戏词 我带人追那小尼姑 不是要杀她 是向她解释清楚 免得以讹传讹呀 这么说 这是一场误会 是误会 那你还不赶快把小尼追回来 向她解释清楚 是 抓住她 快 抓住她 别人打我 快 抓住她 快 快 快打 快 快 发什么呆呀 给我脸色啊 我哪敢呢 我这不是发呆 反愁呢 愁 你愁什么 皇上又没治董勇的罪 说董勇那些藐视皇上的话 查无实据 真的 我还敢骗你啊 你说这也奇怪啊 那个呆子上次献饱 这皇上被惹得龙人大怒 非但没治他的罪 还赐给他一个状元 你说这次嘛 他又污蔑皇上 又不了了之 皇上到底中了哪门子血呀 看上那书呆子哪儿了呀 谁说不是呢 这事搁别人身上 不灭九族 那也得让他罢官进牢啊 他怎么就没事呢 你说 我这一个一个套 怎么就套不住他呀 娘子 你套不上他就算了 别把我也套进去啊 少爷 少爷 少奶奶 兵部的吴大人家送了喜帖 哪儿的 兵部的吴大人 他儿子成亲 让您喝喜酒去 放那儿吧 出去 有了 他 凭什么摆给他一个媳妇 再说了 他跟宰相的闺女 如果成了亲 那他就有靠山了 那我们就更搬不动他了 没关系 我下个文字 我下个文字 都想念着 你 我下个文字 回忍 起来 你 它 你们 皇上赐婚,他敢不从,他又犯了抗旨不遵之罪,这皇上也不能放过他呀 不能 这么说,那个东勇对他的娘子感情如此尊 好好好,好好好 娘子,这招真是太高了,让他横竖逃不掉,好舒服啊 就算皇上不治他的罪,那宰相收拾他,也会把他收拾得生不如死啊 对了,你呀,到董勇那儿去看看,要不然,那呆子一不留神又跑了 不用,他跑不了啊 那可难说,那呆子对做官没兴趣,万一他递了奏折,辞了官,拍拍屁股,走人怎么办 也是啊,那也不用我亲自去啊,一会儿让管家去不就得了吗 你呀,就过去跟他聊聊天,说说话,探探他的口风,看他想不想辞官嘛 好好好,我去 嗯,去吧 去吧 老爷,夫人,不好啦 小尼姑抓到没有 没有 我调及官兵 大街小巷,哀门哀户地给我搜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看他能长出翅膀不成 是 那边,那边,走 快,走 仔细搜 那边 快 师父,官兵日子的君侠骗你,求求你救救我 那边,那边 哎,师父,你这是何意 你赶紧脱衣服,换上我的衣服 来不及了,你还顾忌什么啊,快,快换衣服啊 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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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啊 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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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啊 过来 往这边看门 快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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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快开门 开门 喝得痛快 少爷 看这个 少爷 看这个 看玩儿 看玩儿 少奶奶 让咱们去东庸府摸底 你喝成这样 待会儿回去怎么交代啊 怕什么 这不正是去东庸府啊 这不是去东庸府 你看这是哪儿啊 快活楼 对呀 我进去快活快活 咱不能去快活呀 少爷 哎呀 你替我去献保状元府 去看看东庸在干什么 少爷 这要是让少奶奶知道了 又得贵家法啦 废话 你不说我不说 她怎么会知道啊 这是 再说了 我已经很久没见这小翠儿了 我一会儿就回来 少爷 少爷 去 快去 快去 你替我去东庸府上 去看看那个呆子在干什么 我直接想 不是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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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想 瞧嘴啊 难为你事事为老夫着想 只是那东庸出身卑微 憨厚有余 灵巧不足 再说啦 近来 老夫朝中 琐事缠身 颇感伐顿啊 无心顾及小女的婚事 要不 咱们转过年再说吧 干爹 这婚姻大事可不能耽误啊 干娘 干爹 你们已经把一个女儿 嫁给了皇上 这另外一个女儿 不能再去做皇上的妃子吧 女儿以为 东勇虽出身寒门 有些固执 可是呢 他学识过人 相貌出众 绝非等闲之辈 如今 他又是献保状元 这日后 在仰仗干爹的扶持 前途 可是不可估量的 老夫 看他不是官场中人啊 干爹 那是因为他刚入朝为官 还有些不太适应 他满腹经纶 我敢说 这朝廷上上下下 在学识方面 能和他相提并论的 没有几个 干爹日后再多教导教导 一旦上了路 干爹手下 可就多了一名得力干将呢 他的学识倒是没说的 上一次在大殿之上抗旨不尊 正因为他巧舌如簧 那皇上才找不到借口 治他的罪呀 所以呀 他绝非平庸之才 干爹官拜宰相 全清朝也 这天朝虽是皇上坐着 可却是干爹管着 如果能有董勇和官宝这样 一帮年轻人 再为干爹效力 别说是掌管天下 就是取而代之 也不在话下 嗯 瞧嘴 言语犯计了啊 干爹 这里又没有外人 女儿在干爹面前 口无遮拦 这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再说了 女儿说的可都是实话呢 干爹 董勇虽不是八面玲珑之人 正是因为他敦厚实诚 用情为人极其专一 将来呀 才会对小姐坚真不渝 对干爹也会忠心耿耿啊 不怕干爹笑话 女儿我有时还自贪命苦 无缘把终生大事 托付给这样的人呢 你这丫头啊 可真是一张乔嘴 乔嘴说得也有道理 我看就应远了吧 老爷你做主 我呀没什么话说 那这样啊真是太好了 不过董勇虽是献宝状元 但和相府千金比起来 还是有点门不当户不对 若是能请皇上赐婚 那这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 这个好吧 待我奏请皇上赐婚就是了嘛 晕过去了 净耽误我功夫 本姑娘既得行善 就留你在这歇会儿吧 小红走 陪我上街买东西 跟老妈子说了吗 不用跟她说了 我们从后门走 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 我也正好想上街买东西呢 走 看见她往哪儿跑了 没看见哪 会不会到这里去了 她一个出家的小嫡妇 怎么能到这种地方去哪 不怕一万 就跑满意 跟我走 上 大家多笑 冠爷冠爷 冠爷 使不得 使不得啊 冠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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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可给我们做主啊 这些官兵要抄了我们快活楼 这万一惊动了房中的客人 我们可怎么做生意啊 大胆 是不是你 不是我不是我 我不是 是你 本官来了 你还敢在这放肆 不想活了吧你 啊 大人 我们的头在那儿 啊 在那儿了 啊 你你过来 你知不知道我 我来了 啊 娘子的干爹 哎 就是我的干老丈人 知道吗 哎 知道 小的知道 知道还不快滚 滚 快 快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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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都走了 我去找小串去 少少少少少爷 哎 我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姑娘 漂亮的 哎哎 不要 就要小串 啊 这个 这 这 哎呦 那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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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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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圣人说的有教无类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圣人的意思是说 对人进行教育 就应该不管他是哪一类人 我们学习圣人的言论 更应该以圣人为榜样 只要我们耐心地教 他们终究会学会的 好了 你现在把他们教导正房 教他们读书 我也该做我的诗文了 那好吧 我试试看 紫月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灭 紫月 非礼物事 好了好了 这样吧 我读一句 你们读一句 紫月 非礼物事 紫月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听 好 就这样读 紫月 非礼物事 你干什么呢 古语管家 我们要方便方便 紫月 我要拉屎 非礼物言 非礼物言 大家不要笑 那你们快去快回 小石头 去哪儿啊 上盲房 上盲房也出去上 为什么 要不然待会儿 被老爷和管家看见了 还会叫回来念什么 紫月赴约的 我烦都烦死了 跟我出去玩玩 要求你自己去吧 我觉得读书挺有意思的 小石头 进这中原府之前 我在树林子里 发现了好多鸟窝 咱们掏鸟蛋去 那才有意思呢 真的 真的 我骗你干嘛 走 你走 小石头快点 快点 来了 快点 快快快 我的妈呀 总算逃掉读书了 都快活活把我给闷死了 老爷教咱们读书 也是一片好心 这时候打理有什么不好 咱不是那块料 这不是逼攻击下蛋吗 赶紧走吧 一会儿别掏鸟蛋了 别耽误了学习 就在那边林子里 鸟肉多的是 知道你爬树跟猴似的 才叫上了你 不然我早就掏了 那走吧 走 别耽误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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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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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咱下拿烟油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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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小石头 你看 怎么了 你又出现神奇功夫了 这么宽的盒 你蹚个来回 身上一滴水都没有沾 你真了不起 无意不知道怎么回事 身上就像长翅膀一样 很轻很有劲 还有你 那个石头 扔那么远 而且还打那么准 这才多远呢 我从小扔石头 又远又准 有一次我扔了五里地呢 不过 我要真扔的时候 就没那么远了 你再试试 兴许你现在的功夫都爆发了 试试 好 我试试 试试 古双 我的神奇功夫 怎么又不见了呢 那你再飞一遍试试 好 古双 小石头 你怎么不会飞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时候我自己都能飞起来 有时候就不行 要不我再试一次 诶 算了 别试了 那个还晕着呢 你别再淹死了 真是太奇怪了 你说 你把他救过来了 现在怎么办 他可晕着呢 周双老说过了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咱们帮人帮到底 走 走吧 来 王母娘娘娘 小精终于找到他了 来 静点儿 来 这是谁呀 狗双 他救的 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个小和尚是谁 你们从哪把他背回来的 紫月 我不想读书 就带小石头出去玩 这个时候不能说紫月 傅月 小石头还是你说吧 小石头月 我们在河边玩 突然发现一群官兵 追杀这个和尚 和尚被官兵打晕了 我们就把他背回来了 你不会怪我们吧 不 你们逃学是不对 但是你们救人于危难之时 值得赞赏 管家 老爷 快把这位小师傅 抬到我的卧房去吧 是 好 来来 小心点儿 慢一点儿 来 轻一点儿 来 轻点儿 好 轻点儿 小师傅 小师傅 小师傅正在昏迷当中 如何能够服得下药呢 小师傅 这位小师傅 小小联系 没经骟休 真是让人爱恋 不知是什么 nomination 竟要对他 下次毒手呢 小师傅 我还是快快醒来吧 小师父你醒了 快快躺下 你现在有伤在身 施主 这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我的卧房 小师父尽管歇息 施主 凭你是如何到这儿来的 是我的两个家人 小师父刚才说什么 施主怎么了 你说 你是尼姑 贫妮正事 小师父 这下可把我给害苦了 施主 贫妮怎么害你了 紫月 男女瘦瘦不亲 你我孤男寡女 一夜同处一室 这怎么让我说得清楚啊 施主又不曾非礼贫妮 应该问心无愧呀 我要早知道你是尼姑 应该叫个丫鬟来伺候你才对啊 陈爱卿奏章至上 力数董勇为人敦厚 德才兼备忠孝两全 与爱卿之女是郎才女貌天生地造 这种美事 朕自然会成全 谢万罪为小女赐婚 李虎 朕自然会干的 舍臭 朕自然会有事 我在这儿呢 见过大仙 告诉大仙一个好消息 小婧终于查访到此人的下落了 他在哪儿呢 此人的特征和年龄都极其相似 我已查到 他目前在董永的撰元府读书 太好了 这真是太好了 你先别惊动他 等我向麻麻娘娘禀报以后再说 花毛婧啊 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娘娘一定会奖赏你的 还得感谢大仙对小婧的信任 使我小小的花毛巾 有机会为娘娘效劳 不必客气 天上人相欢俗 地上人相成邪 种花自古 何呀何为鬼 何物之中小荡泻 一路唱歌 天地 天地又变 天地又变 情无变 天地又变 情无变 爱哈 爱你那 If any 天地又变 戏去的是淡水 hze hellen 古老的生活 古老的生活 是我们永远的赞叹叹 一千年也不长 一百日也不多 中国自古 人呀人为本 城市劳动创家园 男更女之地连离 爱在青山旅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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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远天地远 回去的是梦幻 无边的是嫦妍 哎呀 美丽的生活 美丽的生活 是我们永远的眷恋 哎呀 永远的眷恋 眷恋